《香烤海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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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沒有這種困擾呢? 打開的香烤海苔 沒有吃完卻已經受潮了 今天要教大家的一道料理 是可以讓已經受潮的香烤海苔 重新呈現一道美味的新料理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料理 是飯與海苔的料理 炸海苔飯卷 需要的食材有飯 鮪魚罐頭、洋蔥丁 蔥末、胡蘿蔔細末、海苔 調味料有 美乃滋與酥炸粉 首先將酥炸粉用水調勻 再將胡蘿蔔細末、蔥末、洋蔥丁 用熱水稍微汆燙 與飯、鮪魚罐頭、美乃滋 拌在一起 將愛多美大片莊的香烤海苔 採剪為二分之一大小 取兩湯匙飯料包製其中 封口處再用粉漿黏著 接著起油鍋 將油加熱 放入一滴小粉漿 若浮至油面 代表油已經熱了 我們所需要的食材 本身已經是熟食 所以下油鍋 只是為了將粉漿炸至金黃色 即可起鍋 即完成一道美味的炸海苔飯捲 油炸的食物往往會造成腸胃的負擔 這時候來一包愛多美的醫生劇 幫助消化 速記成為蠅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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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